我现在会开始介绍一下Lab4-1跟Lab4-2的内容 Lab4-1跟4-2的内容都会要求同学去写一个Firmware call 只是他们做的事情有点不太一样 应该说在4-1里面你会写一个FIR的Firmware call 这个东西会被包成Hex档子 然后会被存在你的Bram里面 你要做的事情应该就是基本上是上面这些 就是已经有列出来了 先往下看就会看到说 我们已经把你需要写的档案有列出来 然后这是一些我们宣告在testbench 就是在宣告好的变数 然后在这里面 在FIR.H里面可以去这个路径里面看 我们会需要你在FIR.C这个档案里面去写你的FIR的Firmware call 那剩下的这些是我们会使用到的一些东西 你可以参考一下 那主要是说你可能会也可能根据你的定义的不同 就是你的AdressNet的定义 所以会可能要Linker可能会需要做更改 但通常应该是不会需要做大改动 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要用我们的就是CPU 会让我们的Wishbomb跟 CPU会产生跟Wishbomb做连结 然后Wishbomb会再跟你的Bram要做互相的动作 所以你需要设计一个Bram跟你的Wishbomb的一些讯号的对应 那波形基本上会像右下角这张图片一样 所以你就只要应对着这个波形去设计你的这个Ctrl讯号 去控制这个Wishbomb跟Bram的控制就好 那这个Bram我们目前是已经宣告好了 然后这个Size的部分可能要同学们自己去设定 因为这个Size会跟会被你的设计的Ccode的影响 就是如果你开开小的话可能它会不能动 所以就是可能让大家所觉知大概是怎么样去设计 就控制个Bray的大小 你的CodeSize在Compiler Compiler完之后的那个Hex档 那个Hex档你看一下Size就知道你的CodeSize 应该是不会太大了 应该是不会写到太大 然后这个就是一些 就是给你一个Size档去Compiler你的这个分为Code这样 那在你Compiler完你的Ccode之后 你会把这个 它会把这个Hex档直接放到你的TestBench里面 就是在这个地方SPFH这 那所以你在那个Lab的话你就需要 去写你的Fernware的Ccode 以及说你的RTL是一个BushBug跟Bram之间的 Communication这样 那 然后再开另外一个 好 那个在杨泽介绍Lab4-2之前 我要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在 在Carvel SoC里面 它其实 你知道那个Carvel SoC没有接外面的Memor 没有Dram的Enterface 对不对 那Carvel SoC里面唯一有两块Storage Area 我不知道 工业们是不是知道 它下面Storage Area有一个DFF跟DFF2 那一个是EKBi DFF2是只有512Bi 那这两块Storage 一个是在存那个GoogleData DFF是存的是GoogleData 也就是宣告一个变数然后Initialize 所谓GoogleData就是那个Data是Initialize 然后DFF2是forLocalData 就例如说我叫一个Function 那个Function里面你问到一些变数 那个就是所谓的LocalData 那它的扣存在哪里 它扣在Flash里面 扣在Flash里面 所以你这个Rispy在Execution的时候 它是Actually是Execute out of aFlash 所以这CPU本身很慢不讲 但是最慢的是去读Flash去Flash call 所以你可以想像说今天我的这个Homework call 来控制我的Hardwell 那假设这个Homework跑得非常非常慢的话 它送一笔Data 要花几百个Cycle才把一笔Data过来 那我的FIR呢 十一个Cycle 十几个Cycle就算出来了 那你这个FIR再怎么做再一笔Data 它破风格是也没有用 OK 所以我特别调整把4-1把它改变 也就是说我的那个Homework call 会漏到User发觉的能力 那至少是在一个设计里面 不是从Flash出过 Flash非常非常慢 所以说Lab4-1做的事情就是打那个Code 从Flash再开始系统 Pull up起来的时候 它就从Flash的Code把它搬到User memory 然后Jump到User memory去执行Code 所以执行Code就是在相当一些onTrue的FIR 里面执行 所以就会快很多 就会快很多 所以我可以 可以秀一个例子给你们看 那个 我来看一下 我这边摄一下Screen 我这边摄一下Screen 所以我就请人做了一个实验 这是同样的Code 前面这一段Code 是SQ 在SPIFlash里面 那同样的Code 我把这个Code搬到 搬到Memory里面 搬到onTrueMPRC 就是在User Project Area 那这边都是Flash 上面这些Code的词行是out of Flash 所以同样的Code 它在这边执行花那么长的时间 然后在S3里面执行 就快很多 所以为什么Lab4之1 你一定要先会做 就是你们要知道 如何把你写的那个Formel Code 放进这个User Project 所以牵涉到Linker Compiler在Link完之后 你那个Code的那个位置 你要指定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要指到User Project Area OKWish放出来的Address 要指到User Project Area 什么Address是User Project Area 是不是 在Paravel里面介绍 3800000那个位置 30000 3000的那个位置 那Particle这个Level 里面用到的是3800 反正在User Project Area 那假设在Flash里面 那个位置是什么 是100003点 那这东西是做实在Design 所以CPU一步起来 它的第一个Codefetch的动作呢 我就到10000去抓 所以一开始也是到10000去抓 因为我们没有改Power 那只是在Bowr Code里面呢 做了一些动作 就是把那个DataCopy到这里 Copy到3800 好 然后最后再Jump到你的Entry 就是你的Code ManProgram的Entry ManProgram的Entry 在3800 好 这一点就是 你要知道整个系统OS 还不是谈到一些 就是整个Bowr过程的 那这一部分 是属于InvitedProgram 所以Basic要知道的东西 那在两三周后 会有一个特别来讲 不过你们先把这个实验 照着那个Web Book 讲的步骤把它做完 然后你们在做Lab4G的时候 就看Simulation的微风 就看起来指定的 看Simulation的微风 是不是 你会把这些信号叫起来 所以你看到 你可以看到 一步起来的时候 到底发生什么东西 你会发现他在搬给他 搬到 搬到EU就发现了 然后跳过去 所以每一个CPU的 每一个动作 都看得清清楚楚 好 那这种东西就是 你们平常是 不太不能 用一个现成的Invited系统 看不到里面这些动作 这样 好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你们要学习的东西 好 那接下来 再给杨泽他在介绍Lab4G2 好 我先讲一下Lab4G1的Submission 应该好 就是 我可能会把这个档案 也PO在E class上面 那 简单来说 我们会做的事情 就跟这个图片做的事情 是一样的 然后以及FIRC code 这刚刚都讲过 那我们给的Specific 应该说Type number 跟Input number 都只有11而已 对 那一样是一样的Inperface 这样 就是我应该说 刚刚讲的那个 那个Waveform的样子 就是 也在放在这边 这样 那要搅交的部分 有你的Hex 就是你的那个包起来的FMware 以及你还没有包起来的FMware 还有 因为我们会用到 那个 跟BRAM沟通 所以你要把我们放在 那个 Github上面 EX Memory FIR的那个BRAM跟你的UserProject ExampleCounter 就是放在一起 这样 那剩下的东西 应该上面都有叙述 对 那目前日记 Dayline时间是11月2号 那 好 那我再开始讲 Level 42 好 那Level 42的部分是 应该在Level 3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设计了一个 Vlog的FIR 也像现在在做的 以及4-1之后 可以知道说 要怎么执行 我们的Code 所以 在这个实验里面 你会 就是 把 设计你的FIR 有点像是 为Data给 那个你的 Virus 为给你的 RTL Code 然后再让你RTL Code 去 好你的这些Data 那简单的概括 因为你一开始 会不要用WishPound 去把你的 那些 那些 FMware的档案 丢到一个BRAM里面 把它存起来 也在UserProject里面 然后 接下来你要把 这个Data 也会传到 这个 WishPound to ASI interface的东西 因为我们 Vlog 是用 ASI String-like 所以你可能也要做一个 这个转换 所以我们这个实验里面 应该说 应该说 NAV41 我会做 ESMPN FIR 这里的东西 那在这个实验 叫做 WishPound Decode 跟WishPound Interface to ASI 这样子 那 基本上 这是一些 Handshake 的Protocol 就是我们会 就像刚刚讲的 我们 Risk5 会用WishPound 去interface with FIR 那 我们在 那个 3的时候 已经做过了 ASI-like 跟ASI-string interface 那我们这次的实验 就是要做一个 WishPound to ASI-string interface的转换 那 4之1的部分 就是 已经 知道说 要怎么 去把code 处分起来 然后去使用这个code 那我们也会用到 这个功能 那基本上 就是 做的事情 就是把 SN 跟YN 就是 输入 输入这些Data 跟输入这些Data 那 嗯 这个跟 这个东西跟 上 这个 4之1有不太一样 它SARMARK 跟NMARK 有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们在 结束 我们只需要去 见证说 最后一笔 输出的Y 是正确的 就是在 这边测试的话 就是确定说 就要一笔 Y的Data 是正确的 那我们已经 有 就是一样有定义好 在Google Data 里面有定义好说 我们Type一样是这 11笔Data 那 我们的 进步Data 就用这样的产生 用下面几个方式 那 就是 你可以用D的方式 去设计说 你要用怎么样的 方式去 给Data 可以PreloadData 之类的 就是根据你的设计 然后去Send你的Data 那Data 那Data就是 呃 这样看起来是从0到63 这样 那这样是一些建议的一些 可以提供 可以参考的一些 Ridget address 呃 就不一定要完全参照 这个但是可以 参考一下这个东西 去做设计 那 呃 看一下 我们在这次实验里面 我们也只要 就是也只要采用一些 signulation 然后去看那些波形 但是呃 我们也只要你做合成 因为你有设计你的 就是设计 刚刚的Wishpong的转换之类的 那 可能就是要 就是你要合成整整块 只是呃 要注意 就是我们就是可能不需要做 就是我们讲识的 41跟42 我们不需要做 合成后的 post-sync-assist simulation 我们只要做 behavioral simulation 就好 那你可以使用 就是我们要再提供在 这个 ColorfulFIR下面 有VLens 有VLens的东西 那 就是看根据你的设计去使用 就是看如果有多换你的Data 会不会是你的效率更好 这样 那可能就 也希望你去计算一下这个 每个意思 那 这 这 是真的 可能是也是 就是蛮像 但是去延伸这个东西 就是 你可能也是要小心 去Define你的 Ware Code 去Ware Data 然后以及说 你需要去设计 Wishpound Decode 跟Wishpound 2 Si Interface 的这两个 module 这样 那 甚至就是 一样整个东西 基本上 跟 41 A4 这样 也只是 其一样 然后 另外一个 提醒大家 就是 41跟42 都是一个teamwork 就是小组作业 所以就是 有些人还没找到小组的 可能 赶快去找小组 如果真的 真的到明天都还没有的话 我可能就会按下随机分组 让你们自己 就是 自己到 找到随机的组员 这样 OK 那基本上就这样 对 我想这个小组的话 有三个人 分担工作 也许这个 不像这个Lab 3 Lab 3 我特别要求 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做 因为那个是 很基础的 整个这个 这个一个 asservator design 一个basic 好 我这边稍微再 解释一下 这个 补充一下 刚才杨泽讲的 好 可以看到这张图 那这里面要讲的 就是说这个 这个框框 外面最大的框框就是一个user project 那在4-1的时候 你有的是一个这样子的提侦 那里面其实就是一个 wishbound的interface 由wishbound来access我里面的memory 那这里面改变的是 那个memory是10个cycle的s3 suppose你这个black run 应该一个cycle就access出来了 那特别在 他特别把那个acc 就是data return回去 这个acc的时间往后delay10个cycle 主要是让他 这个execution慢一点 让他execution慢一点 所以你的cofetch 什么这边这边会稍微慢一点 这样 那你 然后这一部分FIR Vlog的FIR design 还是原来的这个design 这个design 那你就要靠一个wishbound interface 因为原先的interface 是xilite跟xis 对不对 然后所以你上头要设计一个wishbound 好 那但在这里面 user project 你等于有两个design 有两个design 好 那他的address是从3000开始 那你的cofetch呢 这些呢 扣放的位置是3800 3800 那wishbound你的FIR呢 我就放在3000的位置 好 所以你这边就需要做decode 这边上面 要decode 你看进来的address是3800的话 那个你就要产生 这个 这个 Eternal Memory 就是execution memory 这条 的wishbound interface 要产生出来 好 那假如3000的话呢 你就要走FIR OK 所以就是把它整个intergrade 起来 那你整个 要去做synthesis 好 那再来就是这个block run 部分 原先的block run 你们在level3的时候 block run 是不synthesis 就这一块 这是block run 这三个其实都是 都是block run 那这block run 的code 我们会提供给你 那他是可以在 Zilinx的FPGA 可以synthesis 那这三个都应该要用block run 来implement 来implement 那implement方式 在我们那个viral的sran 的那个pbt里面 其实有介绍 就是 你可以用这个directive 告诉这个synthesis 我开始就说我要用 run style要用block run 或者我在写code的时候 做inference 那因为这个size 我做实验了 的结果 因为这个size太小 太小 我虽然用inference 的方式 但他还是用LUT run 还是用LUT run 用LUT run 用LUT run 也OK 用LUT run 反正它就是一个cycle 的LUT run 后来费它 会适合你 对 这个LUT run 反正这个code 会提供给你们 这个 那你们要design的就是 其实真正的 再来讲 再来讲 就这两块抵战 那这抵战其实是 很简单的抵战 好 就抵战 那 呃 其实真正这一个level f比较大的就是写那个former code 写former code 比较重要 比较重要 解行后就写完了 这是 是比较简单的 好那这边 就稍微解释一下这个 好 那 好的那我们来 下面来看一下 我来讲解一下level 3的FIR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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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